罷免不管成不成 不管是深藍區或深綠區 沒有個民意代表不會緊張 因為選舉沒有一定 選舉花了非常多的人力物力心力 尤其是立法委員短短才做一年 馬上要碰到罷免的事情 大家勢必都會緊張 而如果雙方真的要把事情 弄到這麼的嚴重 那對於國民黨 我覺得態度很單純啊 就是不會未戰也不會拒戰 一定是打到底 因為如果國民黨的態度 還是微微縮縮 委屈是不能夠求全的 尤其是 我不曉得會不會講到 就是葉元之委員跟王帝委員 吵架這個事情 都會啊 放心一定會 好那等我再講 所以我來說 對國民黨的態度 就是把這個底線踩死 要戰就戰 要談就談 要辯論大家來處理 因為接下來還有更重要戰役 可能要面對 如果我們持續的還是 照之前一樣 可能沒有做一些比較積極的作為 那我覺得 對於接下來民意的氛圍 是非常大的影響 要知道選舉還是看民眾啊 如果我們的立法委員沒有態度 我們連自己的基本盤的票都開不出來 那接下來才是真的危險的所在 所以明天 希望所有支持藍營 包括在野的朋友們 能夠來參加我們戰鬥來的活動 我再念一次嗎 希望能夠來 因為我相信不會只有一種民意 而那個聲音也不會只有綠色的 我希望其他的民眾能夠來參加這個活動 讓我們整個國家也許立法院 能夠回復到一個民主的狀態下 我覺得對於我們而言 對於社會而言 才是一個負責任的做法 那方姐 就算那個青鳥不是你們發起的 你們也可以有個板子 幫他們講說 他們要去哪裡啊 像人家板子 他們是他們自己要做這些板子 可是現在碰到一個問題 就講說好 你剛剛有沒有注意到在鏡頭裡面 柯文哲說什麼 他說你們做假新聞 他說你們幹嘛把年輕人騙到青島東路去 為什麼要把年輕人騙過去 而除了這一段 你要不要直接跟柯比喊話以外 還有一部分就是在明天的那個結果 包括小玉跟柏毅剛才都講說 結果大概都已經底定了 你們對於那個結果 還信裡面有一絲的希望 會有柯總召所謂的正義之事 起義來歸 還有這一點希望嗎 我先講一下 就是因為剛剛柏毅講的義憤填膺嘛 就是好像很理直氣 就像說 對就是明年我們就算是大罷免時代 他們也要正面的回擊 那我就覺得很奇怪啊 如果真的這麼怕罷免 你們明天就不要投反對嘛 這不是整件事的癥結嗎 我們不投反對可能還是會被罷免啦 可能會被開除 那死得更快 那死得更快 對啊 所以啦我覺得就是很明顯嘛 就是從剛剛的論述當中 就是國民黨都知道 他們已經激怒人民了 他們已經知道說自己正在接受人民最大的檢驗 可是明明知道人民有這麼多的憤怒 他們還是質疑明天要投負義的反對 然後還是知道說接下來大罷免時代 他們會再拿出這個什麼勇氣 委屈不能求全 還要在正面對決 我就覺得很奇怪 已經倒向一個自己好像很執著於自己的這個路線 但是完全聽不盡人民的聲音 這件事讓我覺得非常的詭異哦 就是怎麼可以如此的理直氣壯 那其實我剛剛也有收到消息 他們本來是國民黨今天下午要進議場 就從下午開始守 那現在就是議場裡面是關門的 那他們現在就是 傅崑崎總召跟他們黨團開始在門口開始排班 算一樣就是今天要守夜守到明天啦 那當然就是他們要這樣繼續守 然後執意的要走自己的路 然後那就是要迎接這個接下來的後果 這個是這個代價是要真的要自己想清楚 請問一下民進黨有任何突襲的想法嗎 雖然這件事不能公開講 有也不能講 可是照柯總召的講法 他就覺得說就是照著程序往下走 所以你們明天有任何要打算說 對我看你那個門 中間排隊的中間有個縫 我就要搶的進去或什麼 明天會有這種場面嗎 其實不會啊 我們就是照我們該走的程序把他走完 那其實我看國民黨發動這個假洞啊 我是認為是傅崑崎比較怕他們的人會跑票 所以我是覺得因為他們怕說 因為其實現在蠻多國民黨真的有點在擔心啦 所以我在傅崑崎也是提早發動這個假洞令 就是希望說國民黨你們真的一票都不能跑 不要給我說什麼因為卡住啊 交通進不來 對然後睡過頭 然後什麼因為就是回到選區出了什麼狀況 導致明天少了幾票 我相信他就是在避開這些所有的風險 所以他就是在提早發布了這個假洞 他們現在在門口 所以你們假洞真的是擔心自己人 擔心自己人比擔心民進黨還要來得多啊 笑話怎麼可能 我只問一個問題啦 民進黨明天會不會假洞 一定會嘛 這一定的啦 啊幹嘛今天下午就開始假洞 太早了 今天下午就 我們就是料敵從嚴啊 如果才發生意外 我講真的 敵人就在本人時 不能交代 如果我們真的沒有做什麼動作 結果我們一早開門 民進黨罷了 罷了主席來 我想真的 那國民黨真的是麻煩非常大 是是是 既然都已經到最後一步了 不可能會放鬆 之前都睡過會再乎多睡一天嗎 等一下 姚明你要補什麼 我補充一下 剛剛我們錄影時間發生最新的狀況 什麼 就是說國民黨是要在議場前面輪班 對啊 五點開始 五點到十一點一班 十一點到明天早上一班嘛 那結果呢 他們就是要去議場裡面 剛結束質詢嘛 他們要去清場的時候呢 民進黨立委洪森漢呢 帶著睡袋進到議場去啊 看到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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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他跟議事人員說他要拿東西 結果被國民黨立委發現 你怎麼好進來 他說沒有我拿東西 結果是在主席台喔 喔真的喔 看到沒有 看到沒有 然後副崑崎 趕快把他頂出去 所以 就睡袋一拉開什麼位 還在裡面呢 所以 這是剛剛發生的事情 所以 所以我說這個料敵從也可能還是有 是有道理的 OK 因為剛剛國民黨也是三點 就一群人就走進議場 本來 本來就是 因為我炸成這個樣子的 真的真的 確實是這樣 剛剛洪森漢有解釋 他說他那個 那個只是一個靠墊 不是睡袋 他說他暫時是先放在那個靠 就是當一個靠墊 在主席台的靠墊 不是不是 座位他自己座位 因為每個人都有自己喜歡的抱枕 讓自己做的舒適一點 如此而已 相當合理 相當合理 好 那再來我要講一下 就是柯文哲的這一番言論 我覺得柯文哲其實骨子裡 真的是蠻威權思想的 他都一直覺得說 年輕人上街 是被騙的 我就覺得很奇怪 他自己不是很多支持者 小草都是年輕人嗎 難道是這些年輕人 也是被他騙上街的嗎 對他是心悅臣服 然後對你們就一定是被騙的 好那我懂了 他的自己行間感覺就是這樣 風律必反 那也沒辦法 那再來 其實我要講很多人 其實從前四次到這幾天 不斷上街的青鳥 他們手上拿的牌子都寫誰 都寫傅崑奇跟黃國昌 他們是被這些人 激到要上街的好不好 如果所以你真的說 到底是誰動人的 不好意思 是傅崑奇跟黃國昌 讓他們來上街的 OK 好再來 我講一下 因為其實有講到說 現在其實超過五成的人 都支持行政院來提複議 所以呢 其實這個就是民意之所在 那我相信現在藍白 其實真的有在擔心這件事情 因為已經超越了一個政黨 基本的支持度 代表很多中間選民也支持複議 不過現在看起來的話 我稍微打斷一下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那個複議 贊成複議的是五成出土 是啊 對啊 所以代表了不贊成的 可能還是有將近四成多 所以我說 雙方這個來講 這是一個 這個是一個 我覺得是一個非常靠近的答案 對 也許有人真的是贊成 也許有人也是真的反對 沒有他不贊成的是兩成多 不只三成多 不重要 所以我只能說 對於其他的人 他還是必須要有發聲的人 來替他們做一些事情 所以當然 你說 反對複議的人 有 贊成複議的也有 那就是各自把自己的 召喚出來那現場和平 然後做一個民主的訴求 我覺得這還是最好的方式